哥 你先喝水 你对我妹到底做了什么 你该问问她对我做了什么 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就是一起喝了点酒 喝酒 你惯一个女孩喝酒你什么企图 哥 不关她的事 是我自己要喝的 你自己要喝的 嗯 你不怕喝多了它占你便宜啊 哎呀 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哪样 我和她订婚了 订婚 你就是顾南周 你不会是为了帮我还债 才跟她在一起吧 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俩是真爱 我是真的喜欢她 她也是真的喜欢我 我保证 我们之间绝对是最纯真 毫不掺杂任何利益关系的爱情 好 我问问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她 许年 许年 你了解她什么 她都喜欢干什么 她喜欢吃 我闹她 西红柿炒鸡蛋 她是喜欢吃西红柿还是炒鸡蛋 西红柿 嗯 鸡蛋 她商人举业几号 哪个大学毕业的 之前都在哪儿工作 哎呀 哥 谈了要谈的是现在 知道那些干什么 这点东西星云官网三分钟就能查到 你跟我说不知道了 还好意思谈真爱 来来来 我问你 你看着她什么 我 喜欢她 长得帅 身材好 俗身看脸 看脸 那你呢 看上我妹什么了 我没有 她是说这问题没有答案 她一直都跟我说 喜欢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 男中 是个比我深沉 有内涵的人 她爱的是我不羁的灵魂 不像我 这么肤浅 只看上她的脸 你们俩的事我不可能同意 为什么 毫无默契 对彼此一点都不了解 这么仓促的在一起 不可能幸福 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 不过你放心好了 从一开始 我想要的只是结婚 她的意思是 她从见到我的第一眼 就已经想跟我结婚了 亲爱的 你先回避一下 我跟我哥聊两句 你确定这顾南昼是真心想跟你结婚吗 确定 肯定啊 婚都求了还那么大颗钻戒呢 哪儿呢 太贵重 我没带 哥 我跟顾南珠绝对是真爱 百分之百的真 我 在她出现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 我完了 也许 这就是爱情 我从来都没有被人这么热烈地追求过 也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无微不至地惯心过 她站在一堆玫瑰花中间 当着所有人的面 等我求婚 你是不知道 那场面 有多么的浪漫 这么老套的求婚你都答应了 那还有什么样的求婚 在两万米高空的热气球上 对着一片油菜花田 跟我说 打包送给你了 合着你人影都见不着 是都跟她在一起了 是啊 既然都订婚了 那多花时间了解也是很有必要的嘛 不多相处一下 你怎么知道对方有什么毛病啊 哎 哎 不过话说回来 光看表面你们俩这赖卧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哎 你是怎么拿下人家的 还忽悠人家帮我还了两百万 哎 我好歹也是南城大学的一枝花呀 一年也能被追求个五六十次的 三十个外瓜二十个烈枣对吧 我告诉你啊 不管怎么说咱们周家有家训 欠人家钱就一定得还 别到时候因为这点事情 把你们俩的关系弄得不清不楚的 知道知道了 哎 我总感觉这顾南轴有股别扭气啊 不是心里变态就是同一面有的事 你就是 嫉妒人家长得比你帅还比你优秀呗 哎 少跟我批啊 说正经的呢 磨合期发现任何问题 赶快给我断了 哎呀 好好好 有问题随时想组织汇报 行吧 我走了 好 哎 慢走 我说的你都给我记住了啊 哎 记住了 明天再来看你 你明天还来啊 干嘛 不让你哥上门啊 不敢不敢 慢走慢走 嘘 走了 他明天还来 呃 不好意思啊 我哥这人就是爱操心 而且脑子精又多疑的 我可能得多住上几日 拜托你帮忙忙 好不好 协议里 写的是乙方不会给甲方添麻烦 甲方可以要求乙方做协议范围之外的事 作为交换 你能交换什么呀 你随便听 你能做的我都行 反正 你总有地方能用得上 哎呀 拜托拜托了 你就当是日行一善 帮扶弗弱小 记不记得 我 再加不得发出超过三十分倍以上的声响 乙方破坏家里的任何物品按原价赔偿 乙方必须随时随地维护甲方的形象 不得随意带他人进入甲方 不得随意养宠物 甲方的所有卫生由乙方负责打算 并且独立完成垃圾分类 喂 这也太难为人了吧 违规一次罚款 违规三次走人 甲方 不 顾先生 我们能不能够再商量一下 门在那边 顾南周 你太过分了 前面十九条也就算了 可这第二十条 这地方又不是我一个人住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住啊 继续